等一下开启这个家乡化模式 我跟你说河南话 然后呢你跟我说这个广东话 看这个能不能沟通下去 这是我第二次来广州 这次给我的感觉跟上次的广州之行完全不同 这次广州之行短到只有半天的时间 于是呢我就约上了探店一哥阿新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在他的带领之下 穿梭在广州的老城小区的咖啡店之间 说实话这一些社区咖啡店 如果让我自己找 我还真找不到 无牌咖啡给我的感觉就很广东 广东话的元素随处可见 咖啡菜单墙上的贴纸 桌子上的标语 让我一个北方人 感觉到了广东话虽然听不懂 但是还挺好玩 长型 不行 很容易 好容易 记住 太高了 某桌杯咖啡顶三个 某桌杯咖啡顶三个 我 拉 拉还是拉 拉 河南话 没有咖啡 没有咖啡 这么生活 是吧 大生活 你应该说成三冬吗 善冬口音 这个意识你看它有四款咖啡豆 可以选 香浓 酸甜 发酵 还有一个叫什么 李井 来港 sorry 这个一下子文化沙漠了 我以为它这个名字叫李井 马上到几点 咖啡到8点半 之后就卖啤酒 卖到11点 这是早西晚安夜 是吧 对 我喝过这个 哪个 火锅底料 就是它里面有那个藤椒在里面 顽皮露露 还有一个乔治的臭脸 然后这个是油肝 这是搅拌均勻喝 然后我们现在 虽然期间都是买一杯松车罐 啊 当然 这里上面写的是 十一斋 就是我们广州比如说外面开药的话 就是 就是它是一劲一劲的那种分量 它喝那个中药中药 然后这里就要摘 那我和阿欣分别点了一杯特调的咖啡 我特意点了带油肝的特调咖啡 广东都来了 那油肝还是要试一下的 那喝完了之后呢 我只想用广东话说一句好喝 诶 对了 广东话的好喝要怎么说 我现在在剪那天的视频 广东话怎么说好喝 好饮 好人 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咖啡店的二楼啊 贴满了这个浇油留言 啊不 贴满了许愿的小纸条 深深的感受到了广东小哥哥小姐姐们 飘逸的文采 以及骨子里的浪漫 于是乎我也忍不住拿笔写下了一行字 我敢打包票 你们肯定不知道我写了啥 这是我粉丝做的那个口罩 这是我们家的狗 鸳鸯 对鸳鸯 你的粉丝真的是太用心了 真的这个是非常用心才能做出来的 一直听说广州有不少的社区型的咖啡店 这次算是真的见识到了 那可惜呢时间很短 不然一次走个够 那五个小时的时间跑了两家店 喝了四杯 还有一家要打算去结果 要打烊了 我每次回来都会来他们家喝 哇 这是阿新强烈推荐的是吧 可惜我们今天没赶上 他们已经打烊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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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好的跟家人聚一下 拜拜 拜拜 路上亚新 注意安全 那另外啊 见识到了喝起来比咖啡还苦的凉茶 打凉茶的老太太说的什么 我也听不懂 我也没管那么多 喝就成了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哇操 好苦啊 晚饭之间吃了老西关赖粉 在广州的朋友们 你们不会没吃过吧 哇 它这个粉好粗啊 那看到这大碗上来来往往的人 排着队买甜品的小店 这菜单我估计怎么着看完也要半个小时吧 当时我就心想 没啥咖啡了 除了这些小尿 一楼的那些不错的 感谢观看